老师 打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因为 啊 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陶老师来自缅甸 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我会分享一些学习汉语的技巧 还有一些教学视频 所以呢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哦 如果有人问你 这个字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你能马上有回答吗 就像视频一开始的那个打鼓 这个词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为什么呀 先听听这几个句子 街上好多人在打鼓 真热闹啊 妻子一抱怨缺钱 她心里就开始打鼓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两个句子当中的打鼓 意思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句子里面的打鼓 就是真的 它的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打那个鼓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可能未听说过 敲罗打鼓这个词 对 就是那个意思 第二个句子里面的打鼓 并不是那个意思了 它的意思是紧张 心里面不安 忐忑不安 有时候也可以表示 没有把握心声不定 比如说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我心里面直打鼓 再举一个例子啊 也是打 大家听一下这几个句子 你打他干嘛 我在给老师打电话呢 小王在球场上打球呢 中午要去食堂打饭吗 请您为我们的服务打饭 哎呀糟糕 我一直在打喷嚏呢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打这个字 在每一个句子当中意思不同 它根据这个句子的前后 可以翻译出不同的意思 这个我们可以叫语境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里面的打 很简单 就是它的本意 就是击打攻击的意思 第二个句子里面的打电话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听说过的 那打电话里面的打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的打有使用什么什么的行为的意思 所以呢打电话意思是使用电话的行为 第三个句子里面的打篮球 在汉语当中是用手做的球类运动 都可以叫打 比如说打篮球 打羽毛球 打网球等等 打饭里面的打 它是有买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是买饭的意思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打酒 打酱油等等这样的说法 第五句里面的打分 是评价 评分的意思 第六句里面的打喷嚏 这里是你的呼吸道 突然发动作的意思 因为事发突然 而且对身体有猛烈的冲击 这些情况下都可以用 比如说打哈欠 打嗝等等 除了上面我提到的一些含义 当然打还有其他的意想呢 对了 这个字还有二声打 这个时候是十二个意思的意思 比如说鸡蛋 一打鸡蛋 一打书等等 所以呢 今天泡老师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语境 我们在学习词汇的时候 一定要放到那个语境去学习 同样是一个词与一个字 不同的语境里面意思也不同 当你问你的老师 某个字某个词的意思的时候 最好是这样 老师在这个句子里面的打 是什么意思 或者老师在这个句子里面的 什么什么词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老师回答的时候更方便 你也能更好地去理解这些词 好了 总之 语境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学习语言 我们要相信语境的力量 要忠实语境 相信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点赞 转发给你的朋友 我是泡老师 我们下期见 再见